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吳仔的好朋友,Ivan Sir 又是新書 三歲贏八十 一千個修息理由 以及你給老闆早退休的作者 很多投資、理財事 吳仔也有問我 所以歡迎大家WhatsApp 想問我的意見 或者想想有甚麼投資 我都可以分享我的經歷 多謝大家 好了,這本書就講些穩穩陣陣 如何買債券去賺錢 但我絕對不會教大家 買甚麼股票 甚至如何一夜暴富 但今天有個職業勢力 躺在這裏 都可以賺幾十萬 甚至一個百萬 今天想講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背債人 你聽過沒有? 當然未聽過 因為我們偉大祖國才發明的 新興的職業 就是背債人 幾個月,甚麼都不用做 有六位甚至七位的數字 厲害嗎? 當然 你一定有代價 還有 最後你可能 背負很多的失訊名單 有些法律的責任 所以絕對有機會違法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做 但一定要知道 這個新興的行業 怎麼可以無端端賺幾百萬 還有很多人冒險 沒有這麼大的風險去做呢? 一定有去吸引之處 希望大家可以按讚、訂閱和分享 不喜歡這個頻道 因為我不是照稿讀的 不像其他有些KOL 但我們真的分析過 研究了很多網絡上的資訊 不是說人魂、逆魂 亂吹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好了 我想問問大家 如果你買了一個180萬的房子 你首付 即是說你的 deposit 就給了54萬 還欠多少錢? 120多萬 但如果你的樓價 突然一下子跌到120萬 即是怎樣? 連你的首付 你的 deposit 你的首案 首期都沒有了 慘不慘? 當然慘了 現在很多大城市 都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首付 沒有了 甚麼都跌穿了 總而每個月 工成二十多 三十年 我有些朋友 真的每個月工成幾萬元都有 那怎麼辦? 怎樣可以止損? 怎樣可以止損? 當然想想 怎樣賣了一層樓 但你賣了一層樓 你還是要揹著這個債 對不對? 所以這些 正式所謂變成 付資產 即是付家產 好像王子華說 甚麼是付資產? 付了你的家產 你賣了所有的東西 都不夠你付資產 對吧? 所以這些是非常慘的情況 誰人都不想發生 但現在內地確實 有些城市真的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連騰訊的新聞也有報導 不知想發財 還是想人家知道有一個行業 叫人家小心 好了 通常你層樓 如果 你虧大錢 你當然想止虧 那你賣出去 你賣不到多少錢 何況一百八十萬的樓 現在可能一百二十萬又賣不出 一百萬又沒有人賣 那怎麼辦? 你想止虧 那你不就拿去銀行發拍 但問題發拍之後 徵訊就變黑了 即是說很多 手機 又用不到甚麼Apps 買高鐵 乘飛機 被人查 很多麻煩 所以很多人都很害怕 自己的明星 信用評級被拉黑 即是 那些賣 上網賣 淘寶也麻煩 要找人 那就不太好 所以很多人 想著 找了第三個方法 就是 找背債人 那通常那些背債人 是甚麼 即是 今天就不理明天的事 那些人 沒有所謂 反正爛命一條 找不到多少錢 又不想做事 是不是? 只要 我自己搞定 系統風險就算了 理得甚麼 總之 給他 全負擔就可以了 是不是? 有些人真的 房主 連首付都不要 全部給了背債人 可以 把款項還給出來 那就更好 起碼 付少許錢 搞定 自己不用一身毅 這樣就出現了 通常 找些甚麼偏遠的地區 找些農民 找些甚麼 三和大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三和大臣 深圳有個地方 叫三和 那裡 有很多人 他們只是在打機 喝喝吃吃 睡覺 睡不覺 再打機 所以有一班 很懶的人 又不想找工作 比較低意志的人 以至比較低沉的人 還有些低保的戶 即是說 沒甚麼保障的地方的人 他們都願意做 背債人的買家 買了一層樓回來 一下子 除了有佣金收 當然有好處費 一袋又袋幾十萬 厲害 繼續跟大家說一下 為甚麼 這班負資產的業主 他們不要過首付 即是不要過首期 賣了房子給負債人 那麼 不單止 業主當然損失了首期 但不要緊 起碼不會一身債 然後還要倒鐵 他給了十幾萬 給負債人 還有十幾萬 當然要分好處費 給中介 還有 業主也要負一年的房貸 通常規矩都是這樣的 但業主給了負債人之後 有些證明 可能給幾個月就走了 也有的 這個負債人 就背了這層樓 但在這層樓 他又可以貸到信用卡 又可以借到裝修費 無端端又可以有幾十萬代 在手上 但這些人 說實話 真是一些無恥的人 這些房貸 很多時候 一年之後 那些人就斷工了 甚至是 過多幾個月都走去斷工 所以 這些人 真是做老賴 老賴什麼都不管了 走了老賴就算了 總之 被人入塞訊名單都無所謂 原來聽聞 以前我聽過鄭州有些人 現在聽聞全國都類似 有機會爆發這些大規模的事情 都有機會 那麼 之前我都說過 很多花臂、借臂、螞蟻 那些信蟹 基本上網上 只要你有收入 就算沒有收入 知道你平時的消費模式 都可以借到錢 有一堆不還錢 都有 這些事情 都是屢見不鮮 不是非常罕有的事情 但現在這一刻 連搞到連 那些裝修費又借 房貸一千都可以借 這個有多真呢 大家說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真的 很多的樓價 就下跌當中 那二手樓就失去了這個流動性 賣亦都賣不出 所以變了很多人又失業 經濟壓力很大 面臨很多都是走路 斷工潮 這些情況 都是那幾個結局 要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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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發拍賣出去 通常發拍賣就怎樣 通常打個七折而已 是的 再樓拍又要再打個七折 即是怎樣 原本一百萬層樓 發拍賣七十萬 接著再樓拍賣得四十九萬 是否是半價 最後一百萬的樓 當你首期給了二、三十萬 接著你現在賣得五十萬 當然 還要虧錢 還不完你的首期 你之前那些公款當然無法斷工 所以很多人寧願 輕易走險 又怎樣 我既然也賣不出 半價也賣不出 那又怎樣 甚麼都蝕 首期又蝕 利息又蝕 還要找銀行 有機會起訴自己 又要付律師費 那又怎樣 循此之後 我變了黑名單 告別現代生活 怎麼辦 那當然 可能會找一些背債人 那當然是聽而走險 他們幫你揹 這個燙手三戶 當然是找人做 起碼自己沒有高鐵乘搭 沒有飛機乘搭 過一兩年 變回正軌 還不錯 最多工多一年 貸款職 似乎這個結局 很多人都願意接受 這樣 對於這群樓奴 輕鬆可以蒙混過骨 但為何那群職業的背債人 會這樣做呢 因為那些都是說 三和大神 農民 低下階層 他們在社會底層 沒有甚麼 找甚麼好處 你知道 很多人都是找一兩千元 兩三千元 都已經很好 在農村的地方 基本上很多人都覺得 社會沒有甚麼希望 沒有甚麼要做 又悶 那怎麼辦 無緣無故的人給你幾十萬 那你當然要做 代價就是老賴 以後就變成黑名單 沒得坐高鐵 有沒有人願意做 當然有 怎麼沒有 你想想 一年才能賺到兩三萬 十年 我辛苦十年耕田 都是賺到兩三十萬 一下子 一個月之內 給你幾十萬 怎麼會不做 當然有 但是代價就是要騙銀行 你怎麼騙銀行呢 總會有人做 永遠都說 不用說了 所有事情都是供求 總會有人願意去做這些背債人 對於中介來說當然不用說 現在沒甚麼生意 每個人都搶著去做 很多交易都是冰封的 變成了中介又可以多賺一筆 又多幾萬元收 當然做 有些人總會問 Ivan 你是不是吹水 是不是真的 當然我也是看網上的報道 騰訊新聞都說 真的有些職業背責人 做得到那個徵訊 就做得到 怎麼為之徵訊 當然每次銀行 借錢給人 都要看你的信用評級 看你有沒有流水 看你有沒有收入證明 才可以操作到 你想想想 如果那些農民 以前有多少大蒜 有多少西瓜 都可以首期買到樓 怎麼會現在這些 總會有方法去想想 怎麼問 姨媽姑姐姐 做些假的流水 總會有人這樣做 做些收入 當然這些 全部都是犯法 但是 既然這些 我都賺不到錢 身無分文 有什麼責任都算了 他真的不怕 破產也無所謂 難民一條 所以中介 將這些責任 職業背責人的身份證 和戶口 全部都扣了 接著做半年的流水 搞得好像很厲害 可以借到 符合最基本的銀行要求 找銀行搞 原來聽聞有些說 其實不是真的這麼難搞 名下 有屋的更加正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屋 可能自己住的地方都有 只要這樣 背責人走去 平台借錢 借了裝修費 信用費 這樣又賺到幾十萬 借不正 聽聞整個成熟 這個產業鏈 所以 騰訊新聞都覺得 真的想 就是那些人 知道這件事情 叫那些人借錢給人 小心一點 是不是 不要說什麼機構 亂按 走去借錢 會爆煲 是不是 不要想著一個鋪 幾多煲 蓋幾多個蓋 搞不定 是不是 好了 現在的房屋 確實真的很慘 二手房 嚴重失真 基本上有價 沒事 以前在賣兩萬元的房子 現在可能 賣一萬元 都不簽賣出 所以銀行的股價 沒有相差無幾 為什麼 就不止香港這麼多成交 至少每個月都十宗八宗 香港的十大屋苑 但是很多內地那些 都是說幾年前的成交 一、兩年前的成交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參考價值 但是銀行就根據這些 舊成交者去報價 所以 怎麼都那些房子 都值得一、兩個月錢 怎麼都有機會借到錢 所以 很多人都說 100平方米的房子 現在賣 之前賣210萬 借了三成首付 在說給了六十多萬 和銀行可以借到150萬的房貸 但是現在這樣跌到100萬 即是你最少 起碼都虧50萬 何況你說 如果真的發拍 我今天真的七除八扣 100萬 賣到 可能得到50萬 還要揹一整身債 起碼都虧八幾萬 現在不是 有人幫你搞定 還要搞定首付 什麼呢 起碼不用虧 起碼虧七十多萬 是不是 虧虧50萬 厲害 這些當然很複雜 要計算 但是 人們說這樣做 起碼自己的順財評級也好 又不用虧百多萬 就算怎麼下跌也不關自己的事 跌得越多 在樓下 還更想這樣做 是不是 可以虧虧一點 所以 越多 越下跌得更厲害 很多人就去找這些 背債人去抗雷 比抗疫情更厲害 所以 真的 現在這件事 都幾多人說 廢廢洋洋 但是 大家要記得 好像美國當年 都是這樣打包 有獨資產給一些 沒有收入的人 很多人 沒有收入都可以 借到錢 買到樓 好 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重複回美國 雷曼事件 聽起來真的有點像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 大陸 不會的 一定不會爆雷的 所以 這件事 要非常非常小心 整個產業 如果這樣做下去 總會有人挺而走險 最後這些有獨資產 迅速下獲 都蔓延到很多地方 那變成了 風險 加大變成了 銀行揹 不同 普通人揹 雖然說銀行很有錢 但是銀行這些 最後變成了 一些叫做 呆壞帳 這件事 非同小可 是不是 你放鬆的信貸 降低了 防貸的門檻 但是 如果你刺激不到樓市 那 確實令到很多人 有機分子 有機可食 令到這些有獨資產 迅速擴展 變成很多人 真的 還不到錢 這個問題 可大可小 所以 真的 別人出的新聞 就是想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亂做 是不是 很多人 即貝債人 加了金融的風險 令到害人不淺 所以 大家真的要 小心 不要亂借錢 我何時都說 不要加大槓桿 是不是 退休收息 就不是靠你走去 做背債人 就一定是靠你 穩穩陣陣 買些年金 買些基金 買些儲蓄的產品 包括最近 下債 厲害 下次太有機會 我跟大家說 有4.7厘 當然很多方法都可以 買債捐 都可以退休收息 有什麼呢 可以Whatsapp 問我意見 想一下什麼想法 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是尷尬的 不敢找Ivan Sir 可以買我三本書 你給老闆退休 一千個收息 和三歲贏80 很多不同 投資 理財 退休的方法 不用到時候 去到退休才想 當然不要這樣 不要弄到自己 下七十歲才會很貧能 一定要早早 三四十歲都要計劃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辛苦的 資料搜集 按個讚 訂閱 分享吳仔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